看看新闻吧 这个小亚轩的旧爱王阳明之前恋上了女演员张力 后来呢两个人分手了 我传言说他们两个分手呢 是因为王阳明的前女友台湾地区的歌手 这个蔡诗云介入所致 这么多名人你搞清楚了没有呢 不太清楚也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现在是王阳明和他的前女友蔡诗芬又复合了 来看一下 号称台湾地区第一帅 演员王阳明的情势可是很丰富啊 小亚轩 蔡诗云 台湾地区宅男女神少婷 还有女演员张力 不过王阳明最爱的 还是他那个会唱歌的好妹妹蔡诗云 近日王阳明被目击与蔡诗云在披萨店用餐 席间男生展现绅士风度 又是帮忙切披萨 又是帮忙装盘 而且女孩子有不爱吃的配料 也全部丢给了王阳明哦 一起吃饭还不够甜蜜 王阳明更是一个转身直接就亲了上去 这真是爱到深处完全不顾公众形象的样 本拍到铁证两人恋情也算是大白于天下了 不过去年11月才和张力分手 现在就和八年前交往过的前女友和好了 不知道是无缝衔接 还是真的是蔡诗云提前介入呢 去年12月王阳明和蔡诗云不约而同 在社交网络上晒出菲律宾度假照 明眼的小伙伴一看就知道二人关系不一般的 而早在去年的4月 其实就已经有媒体拍到 蔡诗云走入王阳明住所 当时两人还接力撇进关系 在南方宣布与张力分手的时候 蔡诗云更是删除了不少微博 甚至关闭了个人社交网站 不知道这举动又和王阳明有多少关系呢 如果真如报道所言 王阳明和张力交往半年 那么11月分手 两人就应该是在去年5月份左右时候开始交往的 这么细细推算下来 还真的是挺毁三观的呀 小编也是不敢多想的 有了新天地编辑吧 小编写